17岁远征末北 写清其八百就能指导匈奴巢穴 永贯三军 18岁被汉武帝追赐豪宅 却道出千古名言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 19岁三征河西将匈奴逐出麒连山 21岁统帅三军 纵横漠北辱辱无人之地 霍去病 一个真正的天才战神 但他的生命却离奇地停留在 光芒万丈的23岁 汉武帝痛哭流涕 司马迁写尽其葬礼的风光 却唯独隐瞒其死因 直到陕西挖出疑似霍去病墓 一柄红银枪千年不朽 含起逼人 引起专家争议 再到一套神秘文物 让在场的众人面面相觑 当年霍去病究竟是怎么死的 棺材里的这些宝贝又说明了什么 在陕西省兴平市南卫镇上 有一个叫石岭坡的地方 由于地方开阔 所以成了城市规划中的一环 简单来说就是开发盖地 施工队为了赶工期 也紧落密鼓的忙碌着 然而谁也没想到 挖掘机刚进场 所有人却不约而同 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拨打了报警电话 原来挖掘机一个大铲子下去 竟然刨出一座古墓了 众人在不知所措下报了警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市博物馆 专家们听闻消息纷纷出动 到了现场便开始对这座墓进行初步勘探 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 专家们又惊讶地说出了十个字 这底下有三百多具棺材 原来这底下是个汉代墓葬群 而在东北区域的则是一座极为罕见的西汉墓葬群 专家们即刻把重点放在这个区域 经过一番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下葬位置比较浅的墓 此墓命名为M84号 当M84号墓的棺材呈现在众人面前时 里面一件文物让专家们眉头蒙得紧皱 那是一堆陶影衬 所谓陶影衬其实是一种战国时期的流通货币 原形是用黄金铸造的 由于形状很像印章 所以也称印子金盛行于楚国 但奇怪的是 本该在楚国流通的金属货币 怎么到了汉墓就成了陶制品呢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考古人员紧接着又挖出了一大堆秦朝的半两钱 这是秦朝的流通货币 两种货币同时出现 这是西汉早期的特色无疑 但对于金属货币变成陶货币 专家认为这是汉代流行的陪葬方式 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 终于在揭开最后一层盖板后 一具两千多年前的骸骨充现天日 但这具骸骨的身份 跟专家的猜想似乎有点差距 骸骨四肢纤细 身材矮小 可以确定的是 墓主人并不是男性 而是妙龄少女 但女子不用书簪珠宝陪葬 墓内还都是货币 这种殉葬方式合理吗 专家对此疑惑不已 但很快 他们便在附近13米远的地方找到了答案 原来在M84号墓13米远的地方 考古人员又发掘了一个墓葬 这个墓葬 规格比M84号墓的规格高 占地面积更大 但是最顶层盖板就有云鸟纹室 这是什么意思 在西汉时期 云鸟纹是皇室才能使用 也就是说 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富即贵 墓葬发掘到这里 其实专家内心 已经对墓主人的身份 有了一定的倾向 传说西汉时期 有一个叫霍虚病的天才武将 深得汉武帝喜欢 但23岁却去世了 史料记载 最后汉武帝用超高规格 把霍虚病葬于如今的陕西 这个具有皇室特征的墓 真的是获去病吗 当众人合力把盖板掀开后 专家们兴奋不已 考古人员在图里 挖出五块黑漆漆的木板 木板上并没有任何名文 但专家却惊呼道 这是上等的金丝楠木 能制成这些木板的 树林至少在500年以上 在愈发兴奋中 专家们终于打开了棺果 下一秒 专家们却收起了兴奋 面面相觑 原来棺果打开的一瞬间 专家们看到一枚 晶莹剔透的玉盘 品相稀缺 温润清脆 这样的品相 拿到拍卖会上 至少值五个亿 或许是玉盘太抢眼 所以专家们 没能第一时间 发现躺在玉盘旁边的 一件重要文物 红鹰腔 当大家好知 候觉都反应过来时 现场立马就安静了 虽历经千年 但那柄红鹰腔 依旧散发寒气 没有丝毫腐朽的意思 考古人员 仿佛在这把红鹰腔上 看到了他主人的 高傲清冷的气质 霍区病生前使用的武器 叫林硕 也是类似 红鹰腔之类的武器 难不成 这真的是霍区病的木 古墓发掘到这里 专家们已经可以确定 墓主是西汉初纪 皇室贵族中的武将 可问题来了 从墓葬规格来说 M84号墓 与这个大墓 相距只有13米 但规格差异极大 很有可能是夫妻合葬墓 如果是夫妻墓 那就是说墓主有妻子 但历史上的霍区病 真的有妻子吗 说来 史料上记载的霍区病 是一个清醒 且冷静的将材 从小他便知道 自己私生子的身份 所以对于感情之事 他不曾有过任何幻想 但年少时 霍区病也有过 被情所困的时候 霍区病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子 因为同时身份特殊之人 所以两人慢慢产生情愫 但孤独的人总是清醒的 当霍区病发现 自己要沉沦的时候 他猛然惊醒 马上逼自己断了这段关系 原因很简单 他认为自己的身份 并不能给他想要的东西 况且女子也是穷苦人家 两两相爱 只会重蹈覆辙自己母亲的路 最后落一个不好的下场 所以霍区病马上抽离之后 他把心思全放在抗击匈奴身上 17岁那年 是霍区病第一次走上战场 他跟着舅舅魏清 以清奇的身份尽如历 毕竟是第一次上战场 魏清担心霍区病 有个三长两短 便安排了800士兵跟随 谁知上了战场 霍区病就带着原本保护他的800士兵 一同乱杀 最后魏清两手空空 而霍区病则斩杀了2280人 在这2000多人中 甚至还包括帝国的相国 蝉鱼之父等指挥者 如此出色的表现 正中汉武帝下怀 他一直对魏清的存在 有恃无恐 霍区病如此一个出色的将材 汉武帝正好可以拿来压施魏清 所以霍区病首战告捷后 汉武帝立马封他为冠军侯 响意2500户 但此时霍区病知道 匈奴未灭 无以家为也 被封换军侯两年后 霍区病终于带兵出陨西 先是经过武王国打败敌军 然后还捕获了蝉鱼的儿子 六天后 他整合自己为数不多的兵马 深入匈奴腹地燕之山 最后拿下敌国的折兰王 卢虎王 还拿出了魂爷王子及相国都尉 而且他用的战术并非侵贼先秦王 而是先秦贼再捉王 他不以人头术作为自己的战绩 而是把敌方首脑树木 作为自己的功绩 不是蝉鱼就是王 不是王就是王子宰相 而且每次进入敌军赴死 他身边的兵马数量就没有对等过 都是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创造的战绩 想象一下 这不是常年征战沙场的老将军 而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年 因为厉害形容或许还是太低调了 第三次上战场 霍区并杨军威与齐连山 在吊大队的情况下 杀敌三万二百人 后来还受降两千五百人 在这场战争中 霍区并还因为把敌国的首领大臣抓完了 导致敌国马上改朝换代 另立蝉鱼 而这场战役结束后 司马迁对霍区并的评价就变成了 所斩补功已多于轻 可见霍区并在大家心中 是非同一般的存在 霍区并的最后一战 也是他的封神时刻 由于前面三次出征 霍区并专门逮着蝉鱼爪 匈奴大蝉鱼不堪其辱 想把魂爷王找了杀了 魂爷王一看情况不妙 便想向大汉投降 汉武帝心动得不得了 但又怕有诈 于是派霍区并一探究竟 谁知道霍区并一去 不想投降的人诸然变多 没办法 他干脆利落留下了魂爷王 其他人隔杀勿论 最后霍区并带着魂爷王到汉武帝面前 接受了受降 此后大汉一下子多了许多土地 霍区并也因此被封为票棋将军 少年之姿屡战屡胜 风狼继续后浪向往 只是让人没想到意外总是来得那么突然 元寿六年 霍区并暴毙家中 年仅二十三岁 汉武帝为此哭得肝胆欲裂 但奇怪的是 司马迁对霍区并死因的描述仅有一个足字 有人曾说冠军侯年少太张扬 是动了刘舌逆灵被刺死 有人说他恃宠而骄 当着李广的面杀了李感 所以最后惨死 但以上猜测并无一实证 专家们试图在墓中发现带有明文的文物 只可惜挖到最后 上百件陪葬品墓中出土 就连最神秘的玉酒窍都发现了 但却丝毫没有发现任何带有明文的文物 明明中历史仿佛对我们隐瞒了什么 而这个墓的墓主究竟是不是获取病 目前还存在疑问 但专家们已经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 或许明天就能等来结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